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帮我们下出去 OK 看有数据 现在是我们自己的Facebook线 Facebook线 HELLO ACHOO HELLO ACHOO HELLO ACHOO 但是我们看这里会比较慢 对咯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时间 再等等一个商店看一下 我们是早进来做准备 先早我们来小动一下 好 小动一下 小动一下 佩玲 对 我们早进来做准备 所以呢 哈喽 哈喽Daniel老师 哈喽佩玲 阿秋 嗨 嗨 嗨 还有谁吗 哈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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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我们的团队 share 这一个零出去 是 需要一点时间 他是要发这一个live的list share出去就可以了 share去我们的facebook course 可以给你更多的朋友看到 嗯 hello hello 是你 ok 看看我们的时间呢 是要接近3点了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我们进来呢 是 warm up 熟悉这个环境 那好了我们先谈一下 立位 立位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怎么跑来我的家 哎呦现在是隔离时间 可是我来你的家 因为要做直播 你没有听话 哇这样子 没有啦我们有做好卫生的措施 而且我们是左邻右舍 没有离开到这个范围 哦对对对对 那其实最主要啦 最主要我们真的是走几步路就到 对对对 坐了一个电梯 就上到来 都有消毒先 不过我们不是做护士啦 也没有要了很多人 我们也有保持距离 ok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也是有医生做着的 ok 有我们的人数慢慢的在增加着 那呢 呃 大家呢也是可以哦 开着这个直播啦 希望跟我们守到最后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三点开始 三点开始 我们先进来软一软生 哈啰瑶瑶 看到瑶瑶 还有我们的补课 中式补课 对 那呢 还有这个 Kindy的妈妈 哦 Kindy的妈妈 ok好 哦 哈啰妈妈你好哦 那哦 Susan进来了 Susan她 Susan你做完这个副检了吗 Susan做完副检了吗 哦 你姐姐也进来了啊 她还有Staffney Susan 还有我的表格 哦 你的表格 还有哈啰妈咪 哈啰妈咪 哈啰妈咪 还有可婷 还有可婷 可婷 我们再等多 我看一看哦 再等多一个几分钟 那我们的心情也是比较ok啦 你呢 ok啦 ok啦 因为你还做过很多次直播 没有啦 那里有多次才做直播都是会紧张的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临场反应要很好 okok好 哈啰金萱 看到金萱 看到金萱 嗨 嗨 希望我们这个观看的人数 会慢慢的增加啦 这个线好像不错这样哦 它会比较慢 会比较慢啊 会比较慢啊 阿婷 阿婷 阿婷也跑出来了 三点了 是吗 还有四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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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吗 嗯 我是so so darky 哈啰两位美 哈啰哈啰Susan 哈啰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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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倒数多一个三分钟 嗯 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的主题 嗯 所以你们赶快邀请你们的朋友 一起进来观看 美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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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美业的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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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毕竟呢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美业啊 啊 跟其他的实体店家 其实都大同小异啦 大家都是有在服务顾 啊 卖茶品之类 所以呢 其实不是美业的朋友 也是欢迎进来看 嗯 嗯 嗯 哈啰Cu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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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Arikson 哈啰Arikson 你怎么吓我 嗯 哈啰Cu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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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我们差不多可以开始了 哈利未 嗯 嗯 嗯 哎 大家呢 赶快哈 把我们这个直播的link分享出去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们可以更多的人哦 一起来哈 嗯 度过这个 这个 30分钟 嗯 OK 那好了 利未 好吧 我们就现在开始 所以呢 大家下午好 我是利未 大家下午好 我是Ralia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直播 OK 那这一次的主的直播哦 是为了呢 要出一份正能量的link 哈 来跟大家一起谈谈 呃 呃 每夜呢 会不会因为这次的疫情呢 呃 呃 后导致呢 我们有不力的影响 哦 所以今天呢 我们呢 是大家一起坐在这里啦 研究研究 参考 参考 对 在这一次的疫情后 做好未来的准备 啊 如何把这 14天的隔离 当做未来的事情 OK 嗯 这样除了 除了好像 瑞也讲的呢 我们也是呢 会在这个直播呢 去关心社会 关心健康 跟关心未来 那我们的直播呢 会分为三天来做 那这一个三天呢 我们是要一起去呃 关系到疫情的 那今天是第一天 那第一天呢 我们就是呃 强调说 这个疫情会影响每夜吗 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 对吗 那明天第二天呢 会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下 觅水行舟 那第三天呢 同样的 我们也是要在如何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下 那呃 一起的同舟共计 对了 对吗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今天的 再强调一下哦 嗯 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是为了都要出一份很正能量的力 哦 给予这一个啊 社会 给予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支持 哦 OK 那呢 刚才有谈到了关心社会啊 关心健康 关心未来 那同时呢 那我也觉得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直播呢 一起学习 面对这个疫情后的改革 OK 所以什么样的店家经营的模式啊 被取代哦 会被取代 对 OK 那呢 我们要怎样去改革 那这个也是啊 透过这三天的直播 我们来 呃 谈谈跟研究研究一下 哦 那今天的呢 就是在讲到这个疫情会影响 美业马 OK 嗯 那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正题 那 瑞妍你觉得这个疫情真的会影响你业马 啊 说不影响吧 是不可能的吗 对吗 嗯 就好像每一天上班 呃做工 像我们呢 是来自美容学校的 我们有学生要去面对 然后现在没有学生交 然后全部在家了了 然后那一些啊 我们的苏省部门 呃美容部门呢 他们每一天的顾客 呃 这样子进进处处都这么多顾客 要服要去服务 对 现在没有的服务了耶 然后 所以你说一下 我们来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影响哈 哈 OK 那当然今天出来的目的呢 都不是为了要恐吓大家的 我们都是来散播这个正能量 OK 大家来分析在这个疫情当前哈 身体的健康 呃 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 对 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觉得还有人去在乎 立威里的这个外表吗 呃 别人不在乎 可是自己还是要在乎啦 哈哈 哈哈哈哈 等于比较少数的人会去在乎啦 因为健康还是最重要啦 哦 OK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还是尽量的做好自己啦 对对对 还是要保持好状态 是咯 这个疫情当前 全部人呢 都是比较注重身体的健康嘛 哪里还会有时间呢 去 去办美美 对 去谈到 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啦 化什么样的妆啦 呃 然后呢 要做给谁看啊 对不对 根本都不可以出门 OK 所以这个时候 呃 可以看得见是有很多不利的影响 OK 那 呃 我也很想说 呃 呃 不是全部人都有这样子的 想法 对 反应的想法啦 嗯 因为之前啦 在这个疫情的之前 那一些呢 他们呢 是懂得经营的话啦 其实他们有赚了一些钱的 他们至少呢 还可以哦 顶过去 顶得住 对 这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咯 呃 呃 这个是讲 呃 往好的方面想嘛 这是我们是要呃 呃 呃 称赞这些之前管理做得很好的人 OK吗 那 现在我们就延伸下去了 再想想啦 再想想哈 如果这个疫情哈 我们的国家 甚至是呃 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这个反控啊 没有办法做到很极致的话 呃 这个不用说了 他就是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嗯 那会直接影响到什么方面呢 呃 呃 对一个美容院来说 甚至是其他零售的店家来说 不用说了啦 对他们第一 首先我觉得他们的现金流 是受到呃 很大的影响 嗯 OK 那这个每一天都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收入的 现在几乎是 零售 对 那在讲这的这一些都是实体的店家嘛 嗯 对嘛 那这些实体的店家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行在那边的 他有的人呢 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屋子还是建筑物 那呢 但是大多数都是会是租的 对 所以 所以租金方面也会被受影响 嗯 开始没有压力 因为没有收入 就付不起那个租金 也也不能说付不起 因为承担不起 嗯 那个那个 那个承担肯定会感觉到 有压力 对有压力 嗯 所以呢 呃 我们可要想想哦 呃 现在的这些 我们说不管是打工的 不管是老板的 我们也希望啊 透过此直播啊 来呼吁大家 在这个时候呢 呃 都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呢 去思考一下 哦 呃 不只是你没有工作 连公司呢 也在这个呃 生意上方面呢 是大大的受影响的 OK 哦 那呃 再讲到的这些 我们的现金流啊 租金啊 那就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还有 顾客的客流方面吧 嗯 然后还有员工的工资 怎么说客流呢 嗯 就是顾客的方面 实体店啊 都是开门做生意的吧 嗯 那现在就没有得 没有得被被被要隔离了 嗯 所以在客流的方面 都会受影响吧 嗯 对 哈啰 Gilly 还有Candy 诶 你们好哦 OK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现金流受影响 我们说 租金也会被受影响 那 before进入这个 呃 我们的客流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谈到这个租金 我觉得我们的人呢 人与人之间 还是有温度的啦 对吗 是啊 可以沟通咯 嗯 那我也想说 大家呃 在这个疫情当中 呃 不妨放下自己的神断啦 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屋主 呃 来谈谈一下 看是否有 呃 有机会 呃 不用还我们的这个测租 呃 这个测的instormant 还有交新论 对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呃 呃 我们的这个国家政府是呃 真的有关心到我们的这个人民的 嗯 ok 那呢 呃 呃 呃 刚才就说的这个客流 其实它怎样影响这个客流呢 怎样影响呢 嗯 因为顾客 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 没有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为他们服务 嗯 嗯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我们的stormant 部门 嗯 他们也是这个疫情嘛 可是我们也没有单身是holiday 嗯 我们也是有照常每一天都去follow up customer 现在是怎样影响说 如果啦 嗯 呃 因为这个疫情怎样影响我们的客流啊 嗯 会减少去咯 会流失 它怎样影响它有失咧 知道你的看法 因为它没有得去实体店 实体的店面去享受它想要的 服务 OK 嗯 但是这个是全部人都没有啊 对啊 所以它就会影响是客流的方面咯 OK 那啊 在我的角度来看哦 这个客流流失的这个部分哦 大家是必须要注意到的 我们只先谈这个14天先 嗯 然后我们再谈谈14天过后 那这个怎样的情况下 你会流失这个顾客好吗 我们就来进入这个 因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了 如果在你呃 疏忽之下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呢 应该主动的采取一些的呃 行动 对 就像对 我们的这一个呃呃呃呃 主动的部分呢 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 嗯 很好的 很好的策略 对很好的策略 他就在这几天呢 就呃 整个团队 都有不断的去关心 对 就有关心 呃 所有的顾客 哦 我们的所有的顾客 呃呃呃 呃呃呃 也是要来安抚大家啦 然后同时也也想说 透过这个沟通 哦 然后可以呢 保住大家之间的呃 呃 跟顾客之间的这一些的 呃 联系 感情这样子 那避免我们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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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后尝试不同的方式去做策略 那在存货方面呢 在存货方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我是觉得存货方面 不用说了的 有的人觉得14天罢了吗 不用紧啦 过后就会有人买 那我就会对存货的看法 是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它是真的有影响的 比如说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呢 人间是有温度的吗 刚才我们都说了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不把你的对的产品 适合的产品 就比如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些 可以帮到顾客的那些产品 我们呢 能不能在这个疫情当中 14天里面呢 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促销 让我们更多的人啊 可以去 享用得到 但是都是以一个低价的 所以在以这个低价的同时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很多店家的老板一定知道 一定要offer offer 没有错 所以我指的影响呢 就是我们的利润就这样 降低了 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肯定又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吧 好 ok 那还有呢 我觉得 这个是关系到整个整个社会 对 不只是我们每业而已 所以他肯定是我们 就是员工的工资 对了 在这一个部分 你担心吗 利未 担心 员工的工资 一定会担心啊 自己放完啊 对 哈哈哈 ok 那利未没有在之前做好准备吗 哈哈哈 ok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其实啊 利未跟海所 这个表达的 我觉得 正常人的心情 对啊 一般人啊 一般人的心情 一般人的心情 但是大家呢 在于 我觉得打工的 可以不用这样担心 因为政府真的是 出了很多的这个措施 来帮助我们的 这一些的员工是吗 啊 还有得申请那一个 percastle的 那一个600块 嗯 啊 但是他是在讲这4000块以下薪水的能耐 啊 ok 那还有呢 也是呢 呃 呃 可以呢 是 呃 呼吁这些所有的老板人 不可以强制 啊 让他们无形 放假 还有 呃 抢制他们 是拿年假的 来扣除 ok 是吗 ok 好了 来看看一下 现在我们有43个人在看 现在有43个人在看 嗨 ok 那刚才我们呢 都已经谈到了 这一个 疫情有没有影响到每夜的种种的影响啊 嗯 种种的不利 对 那我们现在也来讲一下 呃 到目前到底我们的疫情的状况是怎么样了 嗯 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新闻啦 不过呢 啊 我们在想呢 透过这个直播呢 也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啊 最新的这个疫情状况 对 那我们现在 到 目前的现金的状况啦 就是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处于在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因为几乎好像每一天都有病例在增加啊 嗯 所以呢 比起这样子 我们目前也有一千多个患者 病例的患者了 那呢 这样 意大利呢 这个是比起意大利的话 意大利是更不乐观 嗯 因为意大利平均也 但是可以不要拿意大利来比吗 很吓死人耶 对咯 因为意大利就是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有一个警惕啊 是不是因为意大利的人不听话呢 啊 这样 如果是真的是的话啦 我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啊 可以看到这一个 比较不幸运的比例 对对对 那像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 嗯 是不是马来西亚的人 去不到意大利 所以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意大利 哈哈哈 这个是一个笑话啦 OK 那所以 意大利的病情也是很不乐观 那我们就不要讲一些 恐怖的国家啦 我们就讲一下比较稳定的 国家 你刚才讲的那个都有吓死我了啊 所以跟你讲的 不要去意大利 然后就 那个是一个笑话来的 那个是网上宣传的笑话 OK 那我们说了 稳定的国家 那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看起来比较稳定的国家 你觉得 是中国吗 整体啊 对全球 对这个全球整体来看 啊 今天呢 我 虽然今天早上呢 是有看到 呃这个 他有增加到 对 中国呢 又在 有 他们本来是被受控了 对 嗯 本来到到昨天为止都是 收控了的 今天早上呢 看到因为外症进入他们的 这个 广东的地方 所以又增加了 呃这个确诊 40多个 啊 那我也希望呢 呃 这一个 疫情 呃 会慢慢的降稳 啊 那呢 但是呢 我们想说 一说 我们来说说 目前为止啦 整体来看中国呢 是比较 受控制的一个国家 对这个疫情 那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他们是如何的 转危危机的呢 他们是如何转危危机 哦 到底是他们的国家 呃 有些什么 行动 让大家可以这么的安心 嗯 呃 我觉得他们没有安心到啦 还是很多人在怕 但是呢 呃 我也想透过这个直播 告诉大家一下 呃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播电话哦 还是呃 跟跟你们的这个 呃 中国的这些亲戚朋友哦 呃 联系联系沟通一下 他们不只可以帮得到 我们在这个疫情上方面 怎样去处理之外 怎样预防之外 那呢 啊 我也是有听到的是好消息 那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咧 他就说 呃 其实目前呢 他们是真的很稳定 可以照常的恢复所有的工作 工作 对 但是呢 最后呢 他们就说了一句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对对 所以 对 对 还是要时时刻刻保持卫生 还有戴口罩 这个是他一直跟我说的 那我觉得呢 呃 相信你听完了这个过后啦 你一定会定下心来的是吗 啊 定下心来不是掉以轻心哦 还是要 时时刻刻的保持卫生 跟戴口罩 对 哦 OK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啊 我们去这个拿了很多报导哈 来看看一下中国呢 是如何 呃 转位危机 所以我们从中有看到第一点 就是有 啊 看到吗 有这个坚强的领导 OK 那这个呢 是 中国呢 最主要可以 把这个 转危机的 就是他们有 一个坚强的领导 OK 好 所以呢 这个领导 他可见得 处事很short 然后断 很果断 对 然后他呢 我也感觉到他很有 自信 那甚至他也是一个 呃 很积极 的一个领导 对吗 嗯 那呢 来讲讲第二 第二呢 是他们是怎样好 转归危机 就是有一个很强大的 动员能力 看到吗 嗯 OK 那这个强大的动员能力呢 就是说 啊 相信大家也知道 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的 这个数量 所以呢 这个人口的确是很大的 那所以呢 他们呢 呃 是可以很大的力量 要去处理一件任务 哦 就是人多好办事啦 啊 人多好办事很好 很好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那第三个呢 是他们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嗯 就是人多 不过也是要团结 对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是告诉了我们 人多 但也是要 团结 透过以上的这个 三个 这个原因 他们可以把这个 转为 这个 希望呢 那我们也从中学习啦 中国如何去度过 这一个疫情 啊 那 最重要 除了三项以外 我真的很 这个 欣赏 很钦佩 这个中国的领导们 哦 呃 他们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有解决 问题的速度 他们呢 可以呢 凡事呢 积极 也很讲究 呃 速度 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疫情当中 哦 一sense 到了 他们很快的在十天内 啊 十天内 就建好了 我们的这个 火神山医院的医院 好 所以 可见的呢 这一个 呃 处理的方式呢 是 真的是 呃 很 走道啦 那也并不是 很快 对 也并不是说 呃一天可以完成的 那最重要我们还是说 人多好方式 然后 要团结 要团结 好 那所以 我们先来看看 嗯 那我们刚才也有聊到 到底这个疫情会影响到我们的美容行业 然后我们也 呃 跟大家报告了现在疫情的状况 那我们也有说了 如何转化危机 我们要 去 学习 那我们现在就来 谈一谈 呃 到底美业是一个怎样的事业 你认为是 Renye 你认为是 美容 美业啊 美业是一个怎样的事业 ok 对我来说啦 我个人的观点 啊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呢 都有 都有接近20年了 混比较久了 混比较久了 那当然呢 有经验 我们一个的身份呢 也是啊 这个美容学院的导师啊 那 站在这个美业的这个角度呢 我觉得美业 不管是理发啦 美甲啦 啊 还有这个 养生啊 按摩啊 这一些啊 卖产品之类的东西啊 这些行业都是属于美业 啊 他是一个 自信心的行业 会让人家提高自信心 对了 啊 但是前提呢 前提是说 我们首先 要懂得 自己有信心的 对 要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先 嗯 然后呢 才能帮到我们的顾客 提高他们的信心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 啊 自信的行业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对啦 然后在这个 sense perfect的角度啦 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顾客在看着咧 哦 谢谢啊 我们顾客的支持哈 还有我们的学生 对 我们的学生 那在sense perfect的这个角度呢 如何平衡 对 如何平衡你的身心灵 嗯 那啊 然后呢 由理调到外的意思呢 就是也是呢 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啊 身体啊 啊 种种的一些的 的养生的方面 可以帮他们把身体的毒素带出来 啊 那啊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 我们还是自己要移生作者 啊 我们还是自己要移生作者 对 怎样移生作者咧 啊 还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正能量的磁场 对 所以呢 这个啊 我们的每夜的环境 都要时时刻刻保持着这个环境 正能量的环境 嗯 ok 那好 嗯 这个是 好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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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 ok 好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们有问题要发问吗 吸收得到吗 大家 ok 是 提高自信的行业 那好 那我们继续了哈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继续了 嗯 那我们现在呢 就讲到关心社会的部分 那关心社会的部分呢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要借这个直播呢 去感恩我们的前线后线 因为据我们所知 都有一些的行业都必须还要上班嘛 嗯 对吗 那这一些行业需要上班的行业呢 就是呃 我们刚才讲要感恩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我们的医务人员 很伟大的那些医务人员 那呢 还有一些政府啊 和银行啊 都在服务人民的团队 嗯 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呢 线上线下的还有就是呃 我们的YouTuber 那我们的YouTuber呢 也有不停的传播一些各式各样的视频 然后呼吁大家要一起来对抗这一场的新冠肺炎 嗯 新冠状肺炎啦 所以呢 我们也要谢谢YouTuber 有呼吁全国人民都要以身作则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要 Please stay at home 对了 就是不要聚集 嗯 嗯 要要要时时刻刻 不要掉以轻心啦 嗯 对 所以在我们呃 都关心了社会的部分 也关心了到底每夜是一个怎样的事业呢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学习的部分 哎我还没有讲到 哎 sorry sorry 你还没有讲 讲 我还没有讲到狗 ok 其实我很注重这个呃 关心社会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感恩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呃 呃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一定要存有感恩之心 呃 今天早上我们呃 也是呃 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医生 那他也是殉职了 哦 所以 我们真的要呃 呃 感恩珍惜哈 我们这些所有在前线的呃 呃 医务人呃 那那希望大家呢 呃 可以啊 透过种种的这一些资讯 哦 报导呢 呃 大家都要以身作则 不要聚集 不要开party 然后减少呢 呃 减少呢 呃 不是在跟你同一间家的人呢 见面啦 所以 please stay at home ok 好啦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到了 我们 学习的部分 嗯 ok 这个关心健康的部分 那我建议大家呢 要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多多询问 专家如何在家呢 做好这个卫生 还有防疫的方法 好 那我们也是可以 不妨的问问 我们家里的长辈 嗯 嗯 问问什么呢 问问他们呢 是关于一些哈 这个华人哈 老祖宗的这一些 呃 天然的抗菌 还有提升免疫力的股方 嗯 嗯 那比如啦 我所呃 听到的 学到的 就油 薄荷啊 对 还有酱 酱啊 还有呢 我们的菊花 菊花 对 所以这些等等都可以 让我们的身体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甚至达到薩菌的功效 那呃 大家都有在喝酱 喝菊花 还有薄荷吗 应该这三样我立出来的 都是比较天然的啦 菊花应该比较 菊花和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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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都 时常有煮这个薑和菊花 给我们的顾客 对 ok 那好 呃 除了以上哈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呃 这一个呃 我们的卫生 还有 杀菌啊 防疫的方法之外 哈 那我们也想 呃 透过这一个直播 啊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身体的两个器官 身体的哪两个器官呢 嗯 是有关系到疫情 当然啦 没有关系到疫情 我们坐在这里呢 就会觉得很无聊了 ok 那首先呢 第一个器官呢 就会是我们的 眼 睛 ok 眼 眼 眼 ok 那我不用说了啦 你一定会想到说 啊 眼睛关于这个疫情 什么事 啊 眼睛关于这个疫情 是什么事呢 因为每一天都看很多的电话 啊 不是每一天看很多的电话啊 啊 是呢 我们啊 待在家里这几天啊 我应该讲不用14天啊 因为今天是第六天嘛 第六天 第六天 我相信你都已经看完了 你一年的电视剧啊 啊 是吗 还有不停的一直在说着 啊 这个电话啊 因为你们关心这个新闻嘛 我们白的 啊 因为要待在家里呢 还能丢 天下事嘛 对吗 那我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我就看到了 我家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 给我的好朋友 眼科专家 眼科专家 那眼科专家 跟我们讲了什么 可以咯 建议了你什么 对 我就告诉他 我们家里的状况 他说呢 这个 这个时候 要我们 建议 这个专家建议我们 要注意眼睛对这个光 接触的时间 就是分为大人和小孩 应该接触的时间都不同吧 啊 对 那我们就以一般健康人的身体状况来计算 OK吗 所以大人呢 可以对着正常的电视机还有电话的亮度 正常的啊 就是说没有调亮也没有调暗的这个状况之下 大人呢 啊 也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状况的大人 可以呢 啊 接触在同一个时间 一个小时半至两个小时 OK 那你是不是很开心 就是说 你一天可以 啊 十二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话 就是可以看足 啊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只需要 需要休息五分钟就可以 你是不是很开心 那我先跟你讲 你不要误会 啊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呢啊 这样眼睛应该会进尸了吧 进尸哦 嗯 到底进尸了过后 对这十四天有好吗 对这十四天有好吗 进尸了过后吧 眼镜店的人很好 哈哈哈哈 你妹妹去把眼镜 因为要去配眼镜了 OK 那如果大家是要刺激市场的 我觉得这倒是没有问题了 好 那以小孩子的这个健康的 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状态来说呢 他是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的 小孩子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这个专家的建议来呢 关心我们的自己的家人 还有爱护我们自己的家人 让大家不要长时间 同一个时间呢 看这个 对 这个电话或者是电视机这么久 嗯 要休息 对 那第二个器官呢就是 第二个器官 我们的 大脑 大脑 这样大脑对疫情有什么关系呢 大脑对疫情是很大的关系的 嗯 最近每一天啊 每一天 是不是都有听到说 啊 教大家不要轻心谣言 对 甚至不要乱三波 谣言 对 对 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乱乱三波吗 因为呢 我们在讲这大脑 我相信你开始会知道我的内容嘛 嗯 OK 那因为这一个直播呢 我们今天呢 是要 要诉说到疫情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美业嘛 对吗 对 还有呢 当然呢 我们呢也是要以出一份的正能量的力 来 和大家一起谈 对 关心健康 关心社会 关心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提倡社会 大量的传播 正能量的讯息 OK 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我们很容易哦 就可以看到 听到 对 甚至是 嗯 还有学到 嗯 学到很多是 嗯 负面的东西 是吗 那相反来说啦 站在一个好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很容易的 就看到 听到 读到 甚至是 学习到很多是正能量的话题 那 那我不说大家不知道 那今天要介绍一本好书给大家 这一本好书 这一本好书呢 就是 啊 你的大脑很爱这么记 OK 那透过这一本书呢 是告诉我们哈 我们的大脑的意思哦 意思部分 有分成两个部分 嗯 我只听过潜意识 另外一个就不懂 哦 你听过潜意识 不错了 不错了 啊 因为已经答对一半了 对 有潜意识 还有一个叫显意识 啊 这本书呢 啊 刚才讲的这个潜意识 跟这个显意识呢 是 透过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是 是William 呃 法定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威廉华星呢 他就 呃 分析了出来 我们的这个大脑有两个意思 就是一个叫做显意识 一个叫做潜意识 那呢 什么叫显意识 显意识就是 呃很明显的显 哦 啊 这个显意识呢 是 是指呢 我们呢 是有自觉的意思的 有自觉的意思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东西的 然后 都要去记 对 就是说你要去做的某些事情 嗯 比如说今天你要 讨识 讨识 对吧 讨识了 对 或者是你今天要去 呃 呃 呃 某一些的数目 对 数学题 甚至是你要来思考一些东西 这些是你要的 你要的 这些是在你的呃 自觉之下 自觉之下你知道的 嗯 所以他占了我们的大脑的意识部分 只有百分之 是 5%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不可以刻意的去背一个东西 什么不可以 情况 如果不允许你要考试了了 你没有读你当然是要去背啊 那重点是背了 会记得吗 对咯 只记得5% 对咯 往往都是这样子嘛 也是应该有过这样子的 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都还在对书 所以都有这样的这个状况 那讲到潜意识是什么咧 啊 你刚才讲你知道潜意识是什么 你知道潜意识吗 对啊 潜意识 对 潜意识就就有听过这个潜意识 嗯 大概怎样去表达这个潜意识到底是什么 潜意识呢 那其实呢就是连自己啊都未能察觉到的部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 没有是你没有很刻意的去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不经意的去做了 他不是做了 他就已经是 就注入了你的脑 对 因为你的大脑 然后就会很自然的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的表达出来 因为他在我们的大脑的意识部分 占据了95% 对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5%啊 所以剩下的全部都是潜意识 嗯 所以 所以可以 例子 例子 是怎么样 OK 就像说 历未想知道潜意识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 我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分析分析 比如说你 你刚刚呢 听了一首流行歌曲 可能你才听了两三次 那你没有很刻意的去 背那个歌词 但是你听了听了听了 诶 突然之间呢 你就可以 哼出他的那个 chorus 嗯 那一些的 重点 就不小心的就哼了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潜意识 那为什么呢 我们要提倡潜意识 就是又再丢回来的这个正能量的知识 正能量的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大脑的这个知识 来呢跟大家呼吁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的潜意识 嗯 来吸收更多的正能量 正能量的知识 对啦 正能量 正能量 只要你每一天听跟看呢 正能量的这一些知识 它其实就已经注入了你的脑里 对 潜意识的95% 你根本都是不用很刻意的 他就可以去拿出来用了 啊 所以呃 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到啊 大家在我们啊 现在这个啊 疫情的 啊 所以只要大家呢 习惯了 习惯了 啊 就是说不用很刻意的 啊 把这个卫生的意思 还有这个啊 我们的啊 这个 正能量的知识 抗菌啊 抗菌的这个知识 啊 都 每天都一直看啊 定时的看啊 有去看 有去听 那最要紧是你也是可以做的 就好像你看到人家戴口罩 你也要戴口罩 那就好像你看到人家呢 啊 消毒双手 那你也要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根本不是很刻意的 自然的 很自然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大脑的意思部分哈 ok 那好 我们讲了这么久 看看一下 嗨 hello 还有韦姐 韦姐 那好 ok 现在呢 分享了这么多 大家 有一边呢 关心社会 有一边呢 在学习这嘛 ok 那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尾声了哈 所以我们要来总结了 嗯 看来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是吗 我们的欣赏者 在观看者 观看者 支持者 ok 这样我们就来总结刚才我们说了什么 对吗 那我们也是 呃 最主要是今天的主题咯 到底这个疫情有影响到我们的美容行业吗 那还有我们也说了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 那我们也有关心到了社会 提倡社会 那我们也有关心到了健康 那我们现在呢 总结来说 呃 我们的看法 刚才我们有提到 到底危机是什么 ok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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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转机 对吗 因为这一句话呢 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不陌生哈 所以危机危机就是转机 另外可以请你来说一下吗 转机这两个字在你的脑海里 现在是 浮现了什么 浮现了什么 就是 一个飞机 它已经不能直飞到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要转机 ok 我觉得是答对了 所以就是说转机的意思 不能直飞 不能直飞 所以你必须要换飞机了 才能飞到你要到的目的地 那这个总结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美业者 甚至是那些实体店家 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方式 或者是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去经营接下来的事业 ok 那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说 危机呢都是不要而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 透过这一次疫情 希望大家能吸取的这个经验 我们一定要学会了 未雨求聋 对 对 那一定要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 找到生存的方法 就如今天我们两个坐在这里 做来一样 就是说 画另外一个方式 对啊 对啊 另外一个方式来说 来跟大家联系 对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直播的方式 跟大家呢 拉近我们的距离 跟社会拉近距离 ok 那总结来说一句话 对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很重要啊 大家请留意哦 就是 简单来说 机会总是藏在危机当中 replic一下啊我 简单来说 机会总是藏在危机当中 ok 那呢 除了这个重点 我们也是要 我们总结嘛 对 在做这个总结嘛 所以呼吁呢 我们也是要保持正面的心态 提高我们这个警惕的意识 awareness 我们一定要aware 所以呢 真的不要再掉以轻心了 这个事情过后 虽然我们还在疫情当中 所以我们真的 要多想想 整个国家 然后全部 全国人民的这个健康安全 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的意识 真的是不要聚集 对 都要以身作者 对 要以身作者 ok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多多的 一定要消毒 一定要做好卫生的措施 好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比较放松的时候了 因为 对对对 比较放松了 因为都到尾声了 嗯 所以还在观看着我们的直播的支持者 你们现在有机会 可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要送礼物 现在是送礼物的环节 现在是送礼物的环节啊 ok 因为要谢谢你们的支持 ok 我们都是要把这个正能量呢 传播出去 所以呢 这一个回 只要你回答一体很简单的问题 这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如果在最快的时间回答对的答案呢 你将会获得我们公司送出去的 这个油加利精油 对 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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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加利精油 嗯 那我来讲讲油加利的三大好处是什么 那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呢 它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呼吸管道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在现在这一个的疫情的当中来使用的 那第二个呢 它也有杀菌消毒的功效 那还有第三呢 它是有净化空气的功能的 哦 立威呢 还借此机会卖广告的 哈哈哈 好 所以有礼物 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 我们就要发问问题了 OK 问题 要开始了 准备了 啊 大家准备了吗 啊 回答问题的环节 大家要准备哦 守三位而已啊 要把握机会 啊 那我们的这些团队 其他的团队都有在这个线上了 准备呢 把那些前三名的这个顾客的朋友的名字呢记下来 所以你们可以不用担心哈 OK 那我们的问题是 嗯 嗯 我们的问题是 OK 尤雷你来问 OK 我们的问题是 机会总是藏在哪里呢 准备了 应该是没有 有些人没有听到是吗 我们的问题是 机会总是藏在哪里 OK 那好了 那我们不要拖大家的时间 OK 我们啊 知道的答案的这些啊 我们的支持者们 你就把这个答案 以追快的速度 留言在于我们的这个呃 直播的comment那里 OK 那我们的负责的这个团队就会来呃 跟你对接 OK 最后呢 我们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的正式来谈到 美业如何在这个疫情 逆水行舟 OK 对 我们就会说到 这个疫情影响七大美业实体的经济 如何被取代 还有它的改革的方法 OK 那啊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直播 我们也想呢 啊透过这个直播了解一下我们直播的这个呃 支持的这个啊状况 所以呢 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直播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话 啊你想要我们呢 再多做这一个直播的话 请你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面的comment按加一 加一 对加一哦 加一 那我们就会呢去呃 努力的做出更多的直播 做出更多的直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OK 好 那 呃 谢谢大家哦 我是Rania 谢谢大家 我是立威 我们明天三点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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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